9月29日,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一场混乱的首场辩论中 就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以及11月大选的完整性等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展开激烈交锋 这场辩论充斥着人身攻击、辱骂以及特朗普反复打断辩论 拜登一度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从未掌控过辩论 在一场激烈的政治争吵中,这两位白宫竞选人互相指责、互相侮辱 使得双方都难以表明自己的观点 在辩论的后期,华莱士本人敦促总统停止他的干扰 华莱士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讲话时少被打断,国家会更好 先生,我恳求您这样做 特朗普回答说,嗯,他也是 华莱士表示,嗯,坦率地说,你一直在打断我 特朗普说,但他做了很多 在全国民意调查中,77岁的拜登一直领先74岁的特朗普 不过在将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州的调查显示 两人的差距非常小,很难确定这场辩论是否会产生影响 两位候选人在进入辩论时没有握手 遵守了新冠病毒引起的社会距离的规定 这场辩论留意 这场辩论一定是否会产生影响 若个人在一起